吳以利和卓林多溝通,母女關係有改善 吳以利前晚現身為主持電台節目開工, 涵到涉及虐待女兒吳卓林一案, 已於日前莫警方通知消案。 吳以利表示,以前不會在其他人面前讚卓林, 還要直指卓林肥。 原來女兒會對自己的說話認真看待, 並且自覺不受尊重。 而經過今次事件之後,大家都多了溝通, 對方比過往更肯表達意見, 母女關係比之前更好至少一半。 對呀,其實上個星期燒了案, 即是事情之後, 你見我和女兒都搞了很久, 其實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放在小朋友那裏, 多於擔心其他事情。 現在可以這樣說, 怎麼都一定有50%的, 因為現在會多了溝通, 可能我是那些, 我有些老土, 可能是很舊式的那種教士路, 通常自己的子女你不會讚的, 通常都是說他不好的, 但他又覺得很實際, 當我是說他不好, 我覺得是。 現在會換轉在他的立場裡頭, 還是去他的立場? 現在一定要啦, 不敢啦, 不敢不敢做啦, 對呀, 都很大的教訓, 對我來說, 我覺得是。 聊多一點點, 對呀, 聊多一點, 問多一點, 還有, 講話呀, 做事之前, 想他的感受, 先去講才去做, 但是盡量找, 盡量找多點東西給他做, 他說, 因為, 他要發洩, 發洩有很多方法的, 現在在找, 他現在學打鼓, 哈哈哈, 我盡量學, 可以學都會給他學的, 想學開槍, 但是我覺得槍實在太危險了, 然後他解釋是說, 如果萬一去美國的話, 對呀, 他說去美國的話, 那如果給他把槍, 他就不會用, 那怎麼辦? 那我說, 你打算去美國要開槍嗎? 這麼可怕的? 但我沒有在他面前說反對的, 我現在不敢亂反對, 他在中文程度, 希望他看不明白, 他也不會生氣我, 我現在說他學東西, 我沒有說他很常進, 哈哈哈, 謝謝, 你其實真是想, 那在你...